欢迎收看关键时刻 虽然川普宣称 他已经战胜了 新冠肺炎这个病毒 虽然讲说 那他是天选之子 他因获得福 但事实上 他真的打赢了吗 我们还要最可怕的消息是 他的白宫竟然全面的门线 现在根据ABC的报道是 他的白宫已经有34个人 感染了新冠肺炎 采访白宫的记者居然讲 你现在到了白宫采访 居然比到暂地还要危险 而他的女儿伊凡卡 现在也不敢到白宫去了 他的女儿 他的太太 现在都已经开始隔离办公了 因此 美国现在怎么来看待这个疫情 你现在甩锅给中国 美国人可以接受吗 在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川普还有别的招数吗 我们看到的南华早报 特别提到的是 川普还有一招 什么招呢 他居然是跟台湾建交 因为你只有跟台湾建交 你才会逼着中国出售 中国出售 美国才有用兵的正当性 这个时刻就可以让川普 变成一个暂时的总统 川普只有用暂时总统 这样的一个title 他才有可能打赢这场选战 因此在这个选战的最后时刻 台湾会无可避免地 卷入美国选举的漩涡里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有两位来宾交往我们讨论 第一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的 副名副长林廷辉 听闻你好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资产媒体人王立德 大家好 好 师徒 现在的选举越来越鬼族多变 而现在的选举 台湾会不知不觉 被卷在这个血涡里面 但是对于川普来讲 他除了说 我现在把锅甩给中国之外 最大的麻烦是 他没有想到 拔剑四股心茫然 他的白宫团队 一个一个染疫了 没错 事实上这个川普搭着直升机 回到白宫之后 他发现到说 白宫怎么好像变成了鬼层 都没有人 鬼层结果 因为现在根据他们的统计 有34名的这个白宫的幕僚 全部都染疫 那他的这个老婆 现在也在隔离之中 那最常来跟他见面的女儿 伊凡卡还有Kushner 他们现在也在家 也不敢来这个来白宫 所以现在整个白宫呢 完全你知道晚上的时候 很多白宫原来 晚上会开灯的地方 现在都没有人 现在就只有这个川普一个人 还有他们其他密情局 或是管家在白宫里面 平常白宫最高人数 目前根据他们之前的爆料 大概有3400个人左右 在这个地方 可是现在已经很多人 都已经不敢到白宫来了 他们想说 川普现在旁边最多是什么 是清洁人 没错 事实上 他这个川普回去了之后 他确诊三天 回到这个白宫之后 白宫才发了一封信 白宫发了一封信之后 因为总统回来了 总统现在回来之后 请你自己注意你自己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出现 些微的症状的时候 请你就直接在家 不要到这个白宫里面来 那甚至呢 他们还把这个相关的很多单位 因为白宫在这个地方 他旁边有一个叫做爱生豪的 这个行政办公大楼 他就说呢 如果你真的 这个发现了有症状的时候 要嘛你就是回到家自己隔离 要嘛你就到这个爱生豪 行政办公大楼这个地方 那甚至他们把很多单位的 也都已经搬到这个爱生豪 行政大楼的地方来 所以现在整个白宫呢 办公区里面来说 真的就只有这个川普一个人 难怪你用空城跟鬼城来形容白宫 陪他身边的有谁呢 陪他身边的包括说像这个 管家 清洁人员 厨师 园丁 还有特务局 密情局的人员 在这个地方之外 其他的幕僚官员呢 有时候呢 如果真的要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要嘛就是透过这个视讯的方式 要嘛就是电话联系 所以这样 川普在这几天的时候 他在白宫里面很无聊啊 所以这样他这几天在白宫里面 你会发现到 他越来越发越来越多推特啊 他昨天还跟Boris Johnson讲电话 不是讲电话就说 我们跟他讲电话 讲的都我们一起抗这个肺炎的 这个状况 我们未来会好好合作 他就只能够做这些事情啊 因为他现在也不能够到外面去跑行程啊 所以对川普来讲的话 他其实现在 他虽然内心是这个 我说我是天选之人 但其实他蛮落寞的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你从这张表上面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 现在白宫 他自己本人 他的夫人 他亲密的幕僚 他的新闻秘书 他的高级顾问 全部一个一个都来 对 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 他现在糟糕是什么 不只国家机器在停摆 他现在整个竞选团队也都停摆 你可以讲 总统跟这个夫人 一不说 你可以讲 现在他的竞选总干事 他现在都也 竞选总干事 也在格力之中 那请问他怎么去竞选 连他的私人助理都被干掉了 对 那这个纽约州的 这个前州长 这个克里斯蒂 他是帮他起草一些重要文件的 这个文档跟智囊 他现在也在住院观察之中 那甚至你看 帮他包装了这个麦肯内尼 他们的秘书也是这样 那我们前几天讲到 Hicks帮他在操作网络 这个攻防站的 也是这样 这是连共和党的高级的主席 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他现在也染疫 这等于是他的党主席 所以他现在整一次说 全部都染疫 而且不只是全部染疫 这个陪他身边的麦卡龙 麦卡龙是谁 就是我们之前前几天看到 他拿那个Nuclear Football 核子武器足球那个人 他也染疫 所以在整个白宫里面来说 大家都是可能 越跟川普见面的时候 大家都很害怕会中标 那这两天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这张照片 以前等于说 我们看到一繁岗出来 就风华绝带 这个光芒傲人 就没有想到 这一张照片 居然把底色都那么暗 把它都这么窍条 为什么 因为现在整个川普 他们家族都陷入 所谓新冠被演的 这个风暴之中 你看媒体就形容 Ghost Town 也就是说真的是鬼屋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那你看这个鬼屋的时候 當然你要搭配一個長髮的 然後後面背景是黑黑的 這個地方就是伊凡卡 你看伊凡卡 從美國特別選這張照片 對 因為他形容現在的 這個就真的跟鬼物一樣 那伊凡卡沒有錯 大家都看得到他 一定不會戴著口罩 這樣光芒四色 結果他現在怎麼樣 他現在也在家裡面工作 他跟他的老公 這個Kushner 他們就說 我們沒有受到這個感染 而且他們現在 不敢到這個白宮上班 他們現在只敢在 這個家裡面的上班 而且現在更可怕的是 美國軍方感染的速度 好像也在擴散當中 對 大家都說美軍完全 沒辦法擊敗 結果沒想到美軍被什麼擊敗 真的是被武漢肺炎給擊敗 為什麼他們第一個確診的 10月5號是 海岸防衛隊的副司令雷伊 中了之後 後來10月7號的時候 陸戰隊副司令 湯瑪斯也中了 那為什麼他們 陸戰隊副司令也中了 對 那為什麼會很緊張 因為他們之前 可能都跟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他們參謀聯席會議裡面的人 有過接觸 那有過接觸的時候 現在他們也不知道誰中 所以現在美國的參謀聯席會議的 各個成員 他們現在都個別在家裡面 隔離 隔離之中 那不只隔離之中 現在很多人都問一個問題 就是說 那現在川普在白宮裡面 到底有沒有戴口罩 就這幾天 大家就去採訪這個庫德洛 那庫德洛就說 這個是我們國家內部的 高層的事情 我們沒辦法做這個決定 所以現在整個 對川普來講的話 病情恐怕在白宮裡面 蔓延的這個狀況 讓他覺得非常的擔心 而且我們看到選情 似乎對他也有一點不利 因為現在開始各個地方都大排長了 大排長從出來這個票 居然投拜登的比較高 事實上現在美國有些部分的州 已經開始在進行一個投票 這麼多人 甚至現在還有這個通訊投票 都已經開始陸陸陸陸陸陸 寄到官方的單位去 現在這個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一次人家都預估說 因為川普染疫 然後這樣吹出來之後 現在美國投票率 可能這次會相當相當的高 你看過去也很少 過去也很少看到這個選舉 光掀起投票就這麼多人 選舉還有一個多月的 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已經這麼多人出來投票 那這麼多人出來投票 你可以看到這個照理說 你看到是有還是喜呢 但現在很多人就說 那我們要看門道 門道是什麼呢 我們去仔細調查說 這些出來的郡縣裡面來說 到底是誰的票倉 你說傾向共和黨 還是傾向民主黨 就沒想到現在發現到什麼 居然裡面來說 很多很多州 特別是二亥二州 這二亥二州過去一段時間是這樣 你只要總統大選裡面 贏二亥二州 大概你就可以贏到這個大選 就沒想到這一次 二亥二州出來的 包括說什麼富蘭克林縣啊 和米爾頓縣啊 甚至這個很多縣 都被人家說 糟糕這個過去一段時間 是民主黨的票倉 也就是這一次民主黨 雖然他們沒有出來 嘴巴沒說 對 沒有出來 贈加這個拜登 但是他們都用選票出來 所以這個我相信 如果川普看到這樣的畫面來說 他大概會心裡更加的難過 難怪川普 我往後看 我的白宮失火了 往前看投票 都是民主黨的票操 對 所以現在對川普來講的話 他已經沒有退後之路了 沒有後退之路 為什麼 他現在第一個 現在白宮要跟他討論的幕僚 他們也都全部都中獎 沒有人可以給他認同的這個information 再來外面的投票情勢對他相當不利 而且他現在整個民調 主流媒體都說我是落後 所以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已經 你覺得他會怎麼樣 他在最後一段時間 他會使出吃奶的力量 所有能夠用的工具 全部都打出來 所以我覺得川普的所謂的逆轉 是二沒腰 他功力能不能發揮 在接下來一段時間 他應該會全力以赴 現在對川普來講 真的那麼不利嗎 前右狼後擁護 我的後院是我的前面 民主黨步步進逼 他還用什麼大殺招嗎 還有一個大招 台美建交 這個不是我講 是南華早報今天刊登的 他刊登澳洲的學者投書 他投書說 10月最大驚喜是台美建交 讓美國跟中國打一場熱戰 這東西是南華早報特別寫出來的內容 為什麼是這樣子 其實川普特別今天PO了一個影片 闡述他得新冠肺炎的過程跟心情對不對 最後一段話完全可以 完全可以描繪川普的心情 他說這一切都是中國的錯 中國要付出巨大的代價 中國的錯 記住這一點 這東西對川普來說 何嘗不是他自己的心聲 他原本穩穩的去年 經濟搞得很好 百頁都復甦了 他原本就要連任美國 對 結果呢 因為一場新冠肺炎 一個中國病毒 把他搞得 美國經濟崩盤不講 他選期很崩盤 他選期崩盤不講 他自己身體健康的崩盤 把他自己也搞得得新冠肺炎 把一桌鍋都給端了 對 把一桌鍋全部端了 好了 現在所有民調出來 輸十幾% 每一個都輸10%以上 那川普能做什麼事 很簡單啊 你今天只能挑習近平的 阿基里斯劍來打嘛 什麼是阿基里斯劍 台灣就是習近平的阿基里斯劍 是嗎 你所有議題 不管是新疆議題 香港議題 內盟議題 你譴責歸譴責 可是問題是 這些地方實質就是有解放軍在控制 根本跟習近平的皇權來說沒有關係 因為那真的是他的內政問題 可是問題是台灣有自己的主權 有自己的軍隊啊 台灣有自己的邦交國啊 台灣是中國唯一不能容忍的因素嘛 所以說要記住一件事 今天不是只有川普要連任 今天習近平也要連任 10月26號到10月29號是中國什麼 五中全會 五中全會 習近平如果沒有提出他的接班人 人選的話 他就表示他會持續連任下去 所以今天不是川普一個人連任問題 是習近平也要連任的問題 而且習近平還是當皇帝 是川西兩人的大戰 對 這個是一邊是政治生命大戰 西方世界的帝王 大戰東方世界的帝王吧 好了 這兩個人的關鍵點在哪裡 就在台灣啊 對習近平來說 台灣是他阿基里斯劍 如果今天美國跟台灣建交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美國要先跟中國斷交 可問題是中國現在已經是實質斷交了 現在美國駐中國大使已經不告而別 離開了 不做事了 中國摸摸鼻子就算 沒關係 你不要跟我真的斷交就好 你不要跑去跟台灣斷交就好 國民黨提美台建交的法案對不對 國台辦過去不是最會罵人嗎 沒有 國台辦只親親說一句 國民黨要明辯是非 完全不敢把這個溫度上升 完全不敢天才活 他不敢去大談這個議題 對 如果他罵的話很清楚 國民黨一定會罵回去 逼國民黨罵回去 國民黨罵回去 連萊英的人都開始支持美台建交 那國台辦搞個屁啊 所以說這國台辦 你知道這個議題不能談 所以輕輕地講一句 要明辯是非 你跟國台辦過去罵人的樣子 完全不一樣 所以中國也知道 這個議題一吵起來 美國跟中國就會從冷戰走向熱戰嘛 而冷戰走向熱戰 倒楣是誰是習近平 有可能逆轉評到誰 是川普嘛 所以川普有沒有大絕招 當然有大絕招 就是美台建交 對 現在你剛剛講的 他出來第一個章的 第一張牌打的就是 我要打中國牌 我要劍指中國 可是你想想看 我飛機都飛了 我都已經抵近觀察了 王毅都抱怨 你來三千多次了 我受不了 但怎麼樣 中國就是 我就躲在延安 我就躲在瑤東 我就悶在裡面 悶不吭聲 我不打你怎麼辦 可是只有一張牌是 中國不能悶不吭聲的 那就是台灣牌 如果台灣跟美國真的發展了 實質的外交關係 他想悶不吭聲都不行了 以前就已經形容嘛 中國這兩個月的態度叫做 烏龜比長壽嘛 對不對 你打我 你罵我 我拖面自開 你底進真場 我就都裝沒看到 就沒有事了 反正等十一月三號再說 現在連之前 連中國都列出一台 要制裁美國企業的清單對不對 有沒有實施 沒有 十一月三號再說 中國現在態度的是 什麼事都十一月三號再說 可是有一件事 不能十一月三號再說 美台建交不能十一月三號再說 可是現在就撐不來一下 他的選情真的有壓力這麼大 壓力大到背後都要出來 當然是這樣 你知道嗎 現在整個美國的選情 就像剛剛講了嘛 很多已經出來投票對不對 出來投票 很多還是拜登的支持者對不對 這些都不打緊 現在重點是連拜登的支持者 瘋狂度都出來了 等一下 拜登的都瘋狂了 我跟你講我都是川普 川普現在最自豪 就是我有自己的支持者 我支持者最熱情對不對 可是有一天你看到拜登的支持者 拜登連支持者 這是拜登的 這拜登支持者 拜登支持者 連高爾夫球車隊都出來了 拜登也瘋了 拜登的支持者 你看高爾夫球車隊都出來啦 然後拜登的車隊也出來啦 拜登的車隊也不比川普的少 然後跟川普一樣你看 都是一樣 那個川普的粉絲會拿美國國旗對不對 他們一樣你看有拜登跟美國國旗的 結合體 對 這些遊行全部都來 然後由他州的 你說民主黨也受不了了 民主黨受不了 然後由他州拜登的支持者 更是上街啊 你要知道川普過去一直依賴什麼 我民調輸沒關係 可是我支持者比較熱情 我投票率可能比你高 可是問題是如果他今天看到 你看拜登這些支持者 郵街的郵街上街的上街 甚至整個東西造勢場合全部都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對於川普來說 我如果連支持者都沒有人家樂趣 我搞個屁啊 我選舉要怎麼弄 所以選舉會讓 所以他真的火燒燎原了 他真的火燒燎原啊 而且今天賀錦麗跟彭斯的辯論 也很清楚嘛 賀錦麗的策略很清楚 什麼時候開始罵川普 而彭斯的策略很清楚 什麼時候罵中國 兩個人罵你推我我推你 就是一模一樣嘛 一個是反川 一個是反中 現在變成一個反川跟反中的大對決 這個就像是我們接炸彈嘛 這個當拜登把這個炸彈擺在川普手上 川普要嘛就把這個炸彈捧在手上 讓自己爆炸 要嘛就把這個炸彈丟到中國那邊 讓在中國那邊炸嘛 因為美國人死那麼多人 美國那麼多人懶役 美國經濟搞那麼差 美國人那麼多人失業 這個情緒總要有個出口嘛 你看賀錦麗講的就很清楚啊 他就說是川普的對華 把立場造成美國人命就業和世界地位的損失嘛 你看這東西是什麼 就是把這些情緒的出口轉到川普身上 都是川普的問題 都是川普的錯 因為你對中國的立場 所以造成人命就業的損失 因為你發動貿易戰 所以這是一場失敗的戰爭 還有你的貿易戰 讓我們買東西就買貴了 那川普來喔 那他又把這個情緒出口導向來 當然還是導向中國吧 因為我如果接的就是我落選啊 所以彭斯寫得很清楚嘛 中國要為新冠疫情負責 中國不讓美國人進去中國取得資訊啊 川普站起來對抗 佔十幾年便宜的中國 這件事情就很清楚 他的劍指全部都劍指中國 而且拜登只會當中國的啦啦隊 對 拜登只會當中國的啦啦隊啊 所以這件事情很清楚 一棒接一棒嘛 所以說川普來說唯一一招就是劍指中國 劍指中國當你所有劍往中國社區 中國都像烏龜躲起來的時候 你只能打出台灣牌 逼著習近平去硬牌嘛 你今天如果美台劍 你要習近平不回應的話 他的武中權位要怎麼連任 他會面對中央委員多大的責難 連中國網友都看不下去 你不要以為中國是獨裁社會 就不管民心 如果連中國網友都看不下去 都認為習近平是一個丟掉領土的皇帝的話 他怎麼可能連任 所以這個東西美中台非常非常緊張 董事長 現在美國在最後會打台灣牌嗎 如果你看到最近美國不是不斷地 把台灣端上台面 第一個講說 台灣跟香港 那不是我們台美中美之間的問題 那是一個國際問題 還有台灣如果被霸凌被攻擊的時候 美國會出來緩和這個地方 還有他的國家安全顧問居然講說 現在要把台灣 我要把建構成建築 而且跟你講兩棲作戰是沒有那麼容易的事情 更講說這個區域安全要大家共同來維護 你一方面要戒指中國 一方面要把台灣拿去 你到底想幹嘛 這只有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川普的選舉 川普的選情線到底是什麼情況 所有的美國主流媒體的報導 全部一面看衰川普 川普現在看起來是倒楣到了極點 包括自己生病等等 但是現在剩下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川普有什麼方法可以逆轉勝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問題是台灣在亞洲的美國的整個對中包圍圈裡面 扮演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必要的角色 或是不得不扮演的角色 在軍事上來講當然是敵對 這個沒有什麼好談的 而且一定會加強 這也沒有什麼好談的 因為這一環是重要的一環 所以長期來看的話 為了美國或是美國聯邦 美國的盟友在印太聯盟的長期利益裡面 必須要妥善的武裝台灣 才能夠保護到美國的亞洲利益 這個沒有話講 長期來看 但是這兩件事情要分開來談 我們現在回到Focus集中在川普的選情 是 應該很慘吧 很慘 應該很慘嘛 對不對 你看起來是很慘嘛 對不對 他沒機會了嗎 CNN也好 除了全美國的主流媒體全部說他掛了 可是你不是說很有大絕招嗎 所以我認為他不會掛 因為我認為有一個領導者 因為這個事情實在沒有道理 因為你用川普個人跟共和黨的優勢 共和黨的這種 共和黨基本上是一個長期執政政黨 他們在美國歷史上 執政的時間比較長 相對長 它的相對性它是有七成優勢的 它不是一個普通的黨 然後你再看它是有力量的一個政黨 然後你再看拜登這個樣子 這兩個一強一弱 可是這個選戰打到今天這個情況 簡直是 就是剛剛鄭浩講的嘛 一開始是絕對優勢嘛 在今年的年初一月份的時候 是川普是百分之百當選嘛 結果搞了一個新冠肺炎 一來以後整個樣豬羊變色 變成整個川普變成垮掉了 這川普都冤不冤枉嘛 這是冤枉到極點 那今天他最後的演講 是川普的演講 最後他講得很簡單 就是剛剛講的嘛 他說這個是Chinese fault 對不對 他說China's fault China's fault 然後他說Chinese is going to pay a big price 那是什麼叫做China is going to pay a big price 中國將要付出一個極大的代價 什麼是大的代價 我不知道 什麼事情我不知道 他今天美國總統突然間對另外一個國家 有幫到的國家宣誓 你要為了這個新冠肺炎付出極大的代價 這個很惡劣的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講的南華早報講這個 戰爭的總統必然會當選 暫時總統 他就是在戰爭的時候的總統 就是你在戰爭的時候總統一定會當選 那個沒有什麼好談 因為全國會動員 全國緊張起來了嘛 可是兩個核大國會打起來嗎 這個讓不可思議的事情 那什麼事情會打起來 你剛剛講得很清楚嘛 就是台灣嘛 台灣要打仗跟中美要打仗之前 還有很多動作 他要有個基本的建交公報裡面 有一個叫做一個中國的 One China Policy 一個中國政策 因為我們知道嘛 一個最基本的 共識者是中國什麼都能忍 只有台灣議題他不能忍啊 他自己要垮掉 他會政權會崩潰嘛 所以剛剛鄭浩也講得很清楚了 政權會崩潰 他不可能忍耐 但這個事情是根本是難以想像的 如果真的產生一個 所謂的接觸性的戰鬥 或戰爭發起的時候 然後在台灣 或是前面有人預測到的 所謂的在東海 這個東沙群島 開始產生奪島的這種動作出來 這個我覺得小型的戰鬥的話 如果還可以忍受 這個然後幫川普當選的話 台灣人可以忍受 如果搞得雙方大戰 台灣捲入戰火 川普當選 然後我們買單 這個好像也 我們台灣人太衰了吧 所以我覺得 可是這個風險跟危機 已經跟著川普的這個危險的腳步 越來越接近事實 而且旁邊所有人都在提台灣 對 每天 而且都是敏感人 都是國家安全顧問 國家安全副顧問 蓬佩奧 國務卿 然後在蓬佩奧國務卿 再來後面再來就是國防部長了 國防部長未來一定10月份之內 會跟這個日本會有會議 那這個會議如果開始的話 那絕對談到的就是整個的軍事的遏制 聯防中國解放軍的策略 那這時候台灣又跑出來了 這個提太多 對我們虛有壞處沒有好處 好 提會 我現在終於懂了 為什麼吳昭健 甘冒天下是大不悔 他是獨派 因為阿進是獨派中的大佬 他如果主動的去接受美國公共電視訪問 是說我們不主動尋求跟美國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 就代表你人是畫地自現的 你是台獨最後一步 Less mile 你不敢踏出去 那是丟臉的事 現在就懂了 因為那個壓力真的太大了吧 這不能說聲笑 所謂無風不起浪 絕對有什麼樣消息到台灣來了 所以吳昭健一定要這樣講 而且這個也不是吳昭健的意志 當然大家都知道這是蔡總統的意志 就是說先講出來 台灣不尋求跟美國建立全面性的外交關係 是是是 導遊不是是冰島 導遊死了沒關係 冰島不可以死 因為2005年中國反分類國家調查裡面寫得很清楚 三種出兵台灣的條件 第一個 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事實 第二個 發生將會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 第三個 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 你看台美建交 這不就符合第一項跟第二項嗎 所謂的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重大事變嘛 那這些東西我們看到 如果現在中共他開始有一些動作的話 什麼動作呢 就是南華早報的這個釋放消息的嘛 我們知道南華早報他的那個最大股東是誰 馬雲他們嘛 那共產黨在背後有資助的嘛 所以他這兩個學者 澳洲學者 這兩個澳洲學者 但是華裔的學者 而且曾經也在南開大學的周恩來 管理學院當過 讀過書 然後當過講師 那這兩個人 他們在中國 絕對不是那麼簡單的 只是澳洲學者而已 他是中國人在澳洲 而故意釋放出這個笑聲出來 他丟一個風向 對 你看無風不其量嘛 大家都一直在放風聲嘛 暫時總統是他們丟的 那為什麼暫時總統他們認為說 他們提到了暫時總統會讓川普繼續當選 因為我們知道川普跟拜登現在的差距 到十幾%的時候 主流媒體都這麼講的時候 川普如果真的要狠一點 他想當暫時總統的話 那就一定會聯絡了嘛 我們回顧歷史喔 當時小羅斯福 他雖然是民主黨的 但是他後來呢 因為搞了新政 跟川普相不像 川普也搞了這個美國經濟復甦嘛 搞了新政嘛 因為當時美國的這個經濟狀況不好嘛 後來呢 結果當選總統 一任 兩任 三任 四任 做了四任總統 超越華盛頓總統啊 所以你怎麼看 川普不是說他也想學習近平嗎 把任期弄掉嗎 那這時候他想當四任總統的話 不是只有兩任而已喔 四任總統的話 那這時候是不是要學羅斯福一樣 有一個日本偷襲珍珠港的戰爭 現在習慣肺炎像不像中國版的 偷襲珍珠港的 難怪他一直講珍珠港 是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國的思維是這樣子 既然你偷襲我 讓我所有軍人都開始受害了 我連總統都受害了 這時候怎麼辦呢 要回擊嘛 中國要付出一個代價 那個代價是什麼 你看到中國在避戰嘛 在這種避戰的過程當中 除非美國怎麼把它這個 所謂的引蛇出動 引蛇出動 唯一的理由就是台灣了嘛 所以為什麼會講台美建交 為什麼大家那麼害怕 重點就在這裡啦 所以台美建交是無風不起浪 是的 就是無風不起浪嘛 所以我們看到如果有一天 所以吳釗憲趕快說 沒有這個事情 如果美國真的是要 不過我們知道 建交是兩邊都要有意願啦 才會建交 因為它是一個合議的概念 它是個結婚的概念嘛 所以兩邊都有意願嘛 那現在說台灣已經先講了嘛 所以我們這一在避戰喔 但是你知道美國 美國一直在希望說 把中國引蛇出動嘛 因為南海搞不起來 東海搞不起來 現在就是搞台海啦 好 對了 剛剛講的 你看到美國最近一方面 一方面我是指責中國 一方面是拉抬台灣的一個地位 現在台灣說什麼 它在第一島列非常重要 第一島列我會把你什麼 我要把你等於說 講成什麼 像劍珠一般 劍珠是連獅子都不敢碰觸的 對 為什麼 那麼你知道 為什麼特別去講劍珠嗎 為什麼不講刺蝟呢 因為很簡單 劍珠是連這個獅子萬獸之王 都不敢惹 如果你去惹這個劍珠的話 就是豪珠 最後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 那麼為什麼特別講獅子 因為很簡單 中國一直說 他們自己本身叫做睡獅 過去睡覺的獅子已經醒了 所以呢 他們是獅子 那麼獅子在大 遇到劍珠的時候 你看那麼多獅子 你遇到劍珠的時候 最後的結果是怎麼樣 一籌莫展 你去挑釁的結果就是 你的嘴巴旁邊 頭的臉部全部都是劍珠的刺啊 所以你吃不了它 你還要全身傷 最後還可能同歸於盡 那麼事實上呢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特別這樣講的意思就是 台灣也要讓你變成劍珠 那過去我們常常講說 台灣像個刺蝟一樣 刺蝟比較小啊 那現在 那麼今天在這個 所謂的美台國防工業安全會議裡面呢 已經告訴你了 確實在進行這七項軍送 而且現在呢 包括白宮的幕僚作業已經進行到 準備要送給國會去了 那我們的國防部長 也證實了 也證實 它只是只差沒說 沒說到底是哪七項而已啊 我們要如果要變成劍珠豪豬的話呢 那這七項裡面 哪些是一定會賣給台灣的 第一項很簡單 就是魚叉飛彈 這一次我們其中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項目 是800億對不對 可是它真的有那個劍珠那個刺的功能嗎 不好意思 這個劍珠啊不僅是劍珠啊 它在走路的時候 刺還會飛出去 刺飛出去 你想想看那個感覺啊 獅子靠近你的時候 劍珠把他的刺飛的射出去 射在獅子身上 獅子是不是現在受傷啊 那麼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那麼在歷次的演習過程當中 美國的相關的魚叉飛彈呢 那麼擊中各式各樣的軍艦 它一發一箭 意思就是說不用好幾發 一直打打打 一發一箭就把你打下來 那麼這一次包括 箭射的這個魚叉飛彈 包括空隊艦的魚叉飛彈 那麼還有包括所謂 暗記機動車的這個魚叉飛彈 為什麼 因為呢我如果是用固定式的話 你的飛彈就把我的基地給打掉了嘛 所以這次全部都買這個機動車的 這個暗記式的這個魚叉飛彈 那麼以前的暗記式的這個魚叉飛彈呢 射程比較短 大概是120公里左右 這一次我們希望能夠買到 是一倍以上射程的 那你想想看 你會說一倍以上射程 可是問題是 那這樣的話你要射在哪裡 各位 各位 如果這暗記魚叉飛彈是在東影 銅湖 甚至於東山島那會怎麼樣 那你想想看啊 對中共的軍艦這形成很大很大的威脅 你認為它不像是建築的這個豪豬的蛇嗎 為什麼呢 因為它的航空母艦不是囂張了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啊 不是囂張了在台灣海峽在我們那個花蓮外海峽 繞來繞去嗎 我問你嘛 如果我剛剛說的 包括我們台灣的西部一直到的恆春半島 包括我們的東影澎湖一直到的東山島 全部是這些魚叉飛彈的話 你以後在囂張的那邊繞來繞去的話 萬一你這個開戰 啵就全部都出去了嘛 各位 就在今天 我們的海巡署的陀江艦的翻版的安平艦 正式下水進行測試 而且已經裝上了熊2跟熊3飛彈的發射架 明年的這個時候 我們立刻驗證一天24小時不到的時間 那麼這些每一艘有16枚的熊2跟熊3飛彈 全部裝上去 我們的海巡署的海巡艦 不是只有紅紫火箭彈而已啊 立刻變成軍艦 立刻全部都出去啊 你知道嗎 各位不要小看它一艘16枚啊 一艘16枚 10艘160枚 它如果在所謂的台灣海峽 還是在所謂的東山島的 而且這一艘安平艦就是在東山島外海要尋益的 如果這砰出去的話 請問你一下 你每一艘航空母艦 能夠耐幾枚的熊3飛彈跟熊2飛彈 你能承受得了啊 那除了這個魚叉飛彈之外 我們的艦珠既然要這樣 全身都是刺啊 不是只有這樣而已嘛 我們不是說美國即將賣給我們的四架的無人機 死神無人機嗎 那有人質疑說 那為什麼不同時 那麼買這個所謂那個相關的地獄火飛彈呢 沒有地獄火就沒有掃給牙了 我查了一下 我們其實已經有689枚的地獄火飛彈了 可以裝的MQ9嗎 我們呢 我相信還會再多買 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要多買呢 跟各位報告一個最新的進度 三天前 三天前美軍公布 他們的MQ9B 就是賣給我們的死神無人機啊 那麼它可以攜帶了地獄火的這個相關的飛彈呢 已經從每架4枚的地獄火飛彈 增加到8枚 你想想看 8枚的死神無人機 真正是死神中的死神 為什麼呢 它無聲無息的靠近你了以後呢 戴了8枚 針對8個不投輪火 咻就出去了 萊姆影手 真恐怖 你知道嗎 非常可怕 這還不像豪豬嗎 另外 包括帕拉丁我們講的 那麼相關的這個自走炮也是一樣 它連巡弋飛彈都可以打下來了 你自己想想看喔 美軍是故意的 美軍是故意做這個實驗 可以把巡弋飛彈給打下來 然後還故意公布相關的引帶資料 為什麼呢 因為它之前也公布了這個MQ9B 死神無人機 那麼擊落這個巡弋飛彈的相關的畫面嘛 所以是故意的 更何況後面 還有這個所謂的海馬斯300公里的火箭炮嘛 一個一個一個 一層一層一層 包括我們的天空飛彈征程 我們的熊山飛彈征程 我們連萬箭彈都征程 你說這隻豪豬 它到底全身上下有幾層的相關的箭 好 在這個過程裡面 日本扮演非常有趣的角色是 本來是四方的四國會談 本來是外交 現在愛幸福說 欸不 我們現在不是外交 我們要國防部長來談 但是國防部長來談 我們要搞一個海洋聯盟 海洋聯盟 你講 台灣是沒有上台面的 這個成員國家 因為我們的武器 我們的系統 已經完全跟日本連線了 沒錯 我先講 為什麼我們會成為一個隱形的同盟呢 這全部 至少 我們都知道 在整個東亞這一線上 有一個鋪爪雷達 我們的樂山雷達 記不記得那時候 北韓的時候 其實小胖不是試射了一顆上去嗎 我們抓的比其他國家都快嗎 我們比日本快兩分半 好 這兩分半是什麼意思 如果那是真的是實彈的話 這兩分半提供給日本的時候 它就多了兩分半的預警時間 好 那問題來了 日本有沒有反中程導彈的能力 這一塊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個 愛國者三型 日本有愛國者三型 台灣也有愛國者三型 可是我們的型號 是比日本的老 日本的比較新 好 那 到日本東京開釋放會談之後呢 安西夫 日本的防衛大臣 他已經不是想說 接下來要國防部 各國的國防部長要進來 什麼意思 中國的美女都講 這叫做 每日要組一個海洋同盟 好 每日講海洋同盟 我剛才講的 如果北韓有一個導彈 或者中海有一個導彈發射了 它如果是實彈的話 我們的呼抓雷達可以提供你 兩分半鐘的預警時間 這兩分半 你的愛國者三型反導彈 就上去攔截了 愛國者三型就是愛國者三型 你如果沒有薩德系統 你就是要靠愛國者三型 那 你要靠我的護照回答 為什麼我不在裡面呢 就設計這個麻煩 就我前面講的 如果我們到了裡面 我們用什麼身份 我不能用 我不能用台皇金馬 關稅領域的名義 我一定要用台灣 用台灣 中國就麻煩了 所以我們會是一個隱形的角色 再過來 美國要給我們最新的愛國者 它是分段增程 射程跟攔截的高空更大 這一型就會跟日本同款 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想像 美國雖然對中國來講 就是一直在他家門口 繞來繞去繞去 但是他們一直不出手 可是萬一有一天 中國對台灣要怎麼樣 或者中國跟美國發生什麼狀況 或者美軍決定要來支援台灣 當他的航母出動的時候 在過去我們都知道 18次美軍的這個 這個藍德公司的報告裡面 18次的演習裡面 最後都被東風26幹掉 對 美軍輸 輸18次 我這個時候我如果 愛國者三行 然後我們 我們又有鋪爪雷達 然後這個美日台三邊 甚至其他國家 我是一個準同盟 我可以有一個飛彈防禦網 日本跟台灣這一條線 日本是24個年的愛國者三行 台灣我不知道有多少 我有升空攔截的能力 我會幫美軍爭取機會吧 而且美軍要賣給我們的 都不是固定式的 雖然大家都是移動一來一去的 所以按信夫還講 日本要發展的反導彈是什麼 是海上的 它不放在陸地上 是 我不要固定的 你怎麼抓我 而且呢 甚至 安信夫他們的想法裡面是什麼 我還要有能力抓你那邊 好 但這所有一切有一件事情 最強的雷達在哪裡 在台灣 在我們的新竹山上 台灣能夠缺席嗎 不能缺席 所以 台 日 美之間 我們會成為那個隱形的同盟